咖啡牛奶涨价涨得很多人啊 叫苦连天的 公平会之前呢 不是有罚这个四大超商连锁业者 说你们是不是联合垄断价格 联合涨价什么的 罚了什么五十万啊 甚至上看一千两百万这种价格 但是就是罚不到那一家 被大家一直诟病的连锁的咖啡店 涨得那么凶 结果呢你不涨价 你一直涨价你降不下来 没关系有网友想说 你上有的政策我下有对策 想出了一套啊破解流程 要达成咖啡买一送一的门槛 只要花十五块钱 但是要有点耐心 可能要花上你九十分钟的时间 涨涨涨咖啡价格飙不停 想喝杯香喷喷的咖啡 一杯药价上百元真的好贵 竟然价格压不下来 有网友干脆自己想办法 购私了一个不用花大钱 也能喝到便宜咖啡的省钱PayPal 瞄准了到超商购票 就能咖啡买一送一的省钱方案 买一张客运从台北到竹南 七十五元的便宜车票 加上购票手续费只要十元 合计八十五元就能到咖啡店买一送一 更觉得是喝完咖啡后 网友就跑去退票 退票手续费只要五元 也就是说只花了十五元 就可以多了一杯咖啡可以喝 好康流程转下来 大约耗时九十分钟 不会啦 如果真的可以比较便宜那么多 可是会浪费很多时间 影响到就是 原本就是真的需要买票的人 这样子 好康片方 民众观感不同 超商表示优惠方案 直到年底 而客运业者也要深入了解 订退票状况 呼吁民众不要为了喝便宜咖啡 影响乘客 坐车权益 全新闻娱乐园对领台北采访报道